好 继续给你来看到 在6号的晚间 七点多左右 在凤林镇台九线上 发生了一起轿车撞上 行人的死亡交通事故 一名年约68岁的陈姓老翁 疑似没有注意到路况 在红灯时就横跨了行人川线 当场是遭到北上轿车 直直的撞上 紧急送医之后 仍然宣告不治 银色轿车引擎盖严重变形 党方剥离全会 这起事故就发生在 6号晚间七点左右 凤林镇台九线上 一名年约68岁的陈姓老翁 疑似没注意到路况 在红灯时就横跨行川线 当场遭北上抢黄灯的轿车 直直撞上 6月6号晚间19点09分 凤林镇中正路一段 188号前路段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抵达现场时患者已无呼吸心跳 救护人员立即施行CPR 及使用AED 随机送往凤林荣医医院进行抢救 警消货报后立即赶往现场 但陈姓老翁在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 而警方也向肇事的正姓女子 使使酒册 初步排除酒驾可能 至于双方的肇事责任 则还有带警方做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徐立青凤林镇报导 好 凤林农民医院 好 感谢观看